首先呢 這不一樣的狀態就是 首先這不一樣的狀態呢 在我們這次我們可以 連同四個人一起 操控在遊戲的經驗上 那界面上面就是 在拉降到可以在下方 用其他人選擇 像超速啦 或是回復的藥水 然後右手邊也是 選擇投足像攻擊這些票 那這代呢最主要 它移除了之前 飛行的這個 要素 那帶來的是更好的 攻擊跟加速 那我們先進一場戰略 先讓大家看看 然後我們看到 在攻擊高路的時候 會有負面的倍數一直上升 只要在正確的時間切換 這個負面的倍數 就會double double 一直上升 那當然是讓 主要會做更好的傷害 那在切換之分 只要按下 L1 然後呢 還有 這個 將角色做切換 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在前線 萬一塊 受傷的 像是 無效完 就可以做一個切換 然後就在後面 有更適當的 提起 然後再出手 然後呢 現在呢 結束之後呢 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像這個地方 只要按下去 這個 示範之後的性能 這時候可以打完 非常有幫助 那在右上角的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有 紅色這邊 跟綠色這邊 這個部分呢 是 地圖上的 我們先任務 那 我們只要走進前線之後 就可以去觸發 那這一次呢 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跳舞的功能 在跳舞的時候 在按下攻擊的時候 可以造成更多的連絡 對 那 在遊戲戰隊上 會更有變化 OK 那我們現在觸發了一個 是 尋找金色水源 這一個任務 所以我們看到 是上面 只是我們需要把 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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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圖左邊 我們可以看到 狀態的地方 要 現在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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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最寬的地方 然後要 找 卸著水的東西 那 我們就是要去找 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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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這時候 我就可以幫它 進去 更大的 主管目的的時候 是可以做切換 讓肚子腳快 去推動到身後 然後 坐 然後 , 走 你 回家 那最高的傷害倍速可以到達5倍 所以玩家在打怪的時候要進去 確實的 由於傷害呢會造成累積到5倍 所以玩家在累積切換角色或在天氣的時候要整個思考 那下方呢是熱招鍵器快速的放招 然後我們可以使用這個 就可以使用轉滑力的劍勁 那這樣 而且你腳上沒血而不是可以做到戰場合法 然後使用的必要水 那以後腳就死了 所以說我們可以快速的退出戰場 讓 那在下打 讓 轉陣喔 回復 或是 叫回血啦 或是逃離這個區域 那目前呢 在試玩的狀態下呢 沒辦法回程 所以呢 回程之後 或許會有更多 像是 技能寫水 或是 玩家線上紫水 那些 各種各種的 各個系統 那 也或許 因為這支支打 是更多的收集要素 更多的信要素 所以在 這方面 雖然說 目前我們現在好像不到 但是 玩家在期待未來開發 會是非常當一個 呃 比 以往更重的推法 會不會 對 是 有 有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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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